你好,請坐 葉先生是嗎? 是 你知道今天來做一個PO的interview 是 我先介紹一下我自己 我是至尊物業管理有限公司的人力合資員部主管Yoki 左邊這位就是我們物管部的主管Tony 你好 這位就是Gary 負責我們工程部的主管 大家今天的氣氛輕鬆一點 即是跟你聊聊天 看看你過往的經歷 還有做的經驗等 好了 我們其實手上也有你那份理力的大力 其實大家都看了大想和你 有個溝通 看看你怎樣 發揮一下 我們都覺得你是很大的potential 你可以自我簡單介紹一下 大家好,我叫葉俊傑 這個當然要批准 畢業在這個香港資料大學院 持有這個工資管理的局勤盟 所講的 在不同行業都做過 也有超過五年的工作經驗 兩年前就加入日本的這一行 做這個助理學業主任 至今都累積了兩年的商館工作業 好,非常好 我想看看你對我們公司有沒有一定的認識 其實我之前都瀏覽過貴公司的網站 我們都知道貴公司在2000年成立 旗下就管理的物業都超過100個 單位總共超過1萬個 包括一些大園公園、公貿大廈、交給寫字樓、居屋等等 我也很欣賞貴公司的口號、自尊服務、正義及正 個人都認同 頂持這個規模的大園就會得到很贊賞 好,這個我都非常認同的 因為我們公司都是一個 公司都是一個 公司的公司 所以你的學歷過的東西都 挺符合的 不錯 但是呢,我們就想看看你對物業管理有甚麼基本認識 或者是過往經驗和我們分享一下 Garry,你有沒有東西想和我們交流 公司部的,我就問回 但是它是懷疑住工程部的維修的問題 例如我有一些屋苑兩三座 十二至十三層 例如有五樓的住戶 就跟你說,天花甚水 如果我真的請了你做物業管理 物業管理主任呢 應該怎樣處理 關於這個情況 例如說 五樓為例呢 有一次過 遲了天花滲水 首先我就會約回五樓和五樓 雙方單位的業務 去進去單位做一個 粗暴視察先 就看一看 它滲水的位置在哪裏 從而評估那個滲水情況 然後我都會徵詢回 雙方業務 在雙方業務 去報回食環處的滲水班 一般來說 滲水班 都會幫忙做一些 適水的測試 例如在廁所、洗手間、浴缸、浴缸、地台 都會做一些適水測試 看看可否釐清到那個滲水的位置 和那個責任 與此同時 我都會出一些相關的通告 給回六樓的業務 跟他講回 有這個情況發生 都建議他 如果有需要 可以自己安慰那師傅去檢查 做一些維修 然後也會試試看 每個人的房間都會用 我跟他講 後來就問他 好 可能是 那我們物館部 很多時候 情況都會發生在屋苑裏面 很多時候 住客會投訴 或是雜物阻塞的通道,到時你會怎樣處理呢? 關於,如果你說是走廊或雜物阻塞的問題 首先一開始,其實我都會出一些雙灣人公佈 叫雙灣領域去張諜大園先 然後就會在雙灣的樓層張諜通道出來 那就勸結一些,假設一個星期的期限 那個樓層的單位看看有沒有人去應領那些責任 如果有的話最好,假設都沒有人應領 我們通過同時都會把雙灣樓層的順章 進一步提醒他們 如果假設都沒有人去處理這些責任 那麽我們公佈處那邊呢 就會找人去收走這些責任 那麽就會可能放在公佈處那些指定的地方那裏 那麽就協助14日 那麽如果在這14日內有人來應領呢 那麽我們就會跟相關人士做一個資料的核實先 那麽我們就會發放這些責任給那個業務的 那麽我們也會收回去相關500元的行政費 那麽就算是當局要做警方的行政費 那麽如果假設14日後都沒有人來應領呢 那麽我們就會當立實去處理這些責任 那麽就算可能之後有業務來想追到反贏 那麽都沒有再做追究的 那麽大家知道我們的方心相同 那麽不錯 那麽你的經驗都很豐富 那麽你的回答就很清晰啦 都會有條理啦 那我們很充分收取的啦 那麽或者你會不會有東西想 那麽我們跟我們公司 那麽可能會有些 可能會有些 那麽能夠 inspire 到我們啊 那麽帶一些新的東西給我們 那麽呢 那麽其實是這樣的 那麽我自己都知道現在 那麽物業管理這一行 那麽政府都做了那個發派制度啦 那麽我自己現在都收錄一個 在香港都會大學 收錄一個 那麽物業管理的JM課程的 那讀這個課程之後呢 那都想問一下 如果有幸成為貴公司的一份子 那麽他一個公司會幫我 經驗了去申請一個 第二級的物業管理的建設 那麽當你完成了這個 那麽大學 那麽香港都會大學 那麽是大學 那麽是大學 我懂得說 有一個Dr.Eric很專業的 那麽老師啊 那麽聽過他講錯的 那麽我聽過他講錯的 那麽我聽過這麽課 那麽我讀這個學 那麽我也在讀這個 這個我教了很重要 那麽你完成了這個 那麽有了這個 那麽我們公司呢 那麽我們公司呢 我們建設一個新建設的派銷子二世大 那我都沒有結合問題 你會好奇我們有沒有資助你的學費方面呢? 其實我們福利很好 好呀,這個都一時生氣 我們是有全額之材的 但不會說有什麼責任的行為呢? 我們就沒有的 因為我相信我們公司的理念是我們的staff happy 我們公司的公司就會快樂 是的,我們都希望你畢業啦 好呀,好小小,真的不夠 是的,是的 那這樣... 我們都希望國經司給我工作機會 是的,都可以的 那我們就一個星期就通知你 好的,謝謝 謝謝 謝謝 不要客氣 好 好 好,誰說 下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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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David 第一位 是誰 大家好 你好 是 David 我歡迎你來我們今天的POinterview 其實基本上我們手上都有你的利益 我覺得相當有機會可以合作 我們想看看你是怎樣介紹的事情 我叫洪洪基 英文名叫低利 我在地產行業做了十多年 由於大環境的影響 我覺得做物館這個行業在將來有很大的發展空間 我覺得如果我在這一行業發展 我相信我也是可以勝任這一份工作 你對我們的公司是 有沒有認識過我們的公司 我在網上見到你們公司的資本報告 知道你們是一間上市公司 財務穩健 而且都是一間很有聲譽的公司 你們不單止提供優質的服務 而且致力於提升團隊的專業知識和技能 我希望可以在這個平台繼續發展我的事業 你到底是沒有人呢 我不會繼續說